打小时候老师就和我们说要种树 于是我们听了老师的话种了树 但是我们想到长大以后 一点点不一样会收到转转公司的邀请 来种这个东西 而且是在海里 这是什么 海草 你们为什么要种它 要种多少猪 一亩地五千猪 去年我们去了冰川 这次我们到海里面 来带你看一下它的故事 欢迎收看 我们一点点和转转的共同节目 种海草 一说到海草 可能你的脑子里面 第一时间会冒出来 就是这段魔性的旋律 但这段歌词里面的海草说的 很有可能是海藻 虽然名字只差一个字 但是它们的区别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而且我敢打赌 90%的人包括我在内 是分不清海草和海藻的 比如说画面里面这几个图片 你能从里面找出哪个是海草吗 答案揭晓 是这个 而其他所有的都是海藻 其中很多也是我们熟悉的食物 海藻种类是比较多的 分布的也很广泛 它们没有根茎叶的分化属于一等植物 但是海草 它属于高等植物 有根茎叶的分化 还可以开花 还可以结果 但这些听起来还是会有一些拗口 为了带你更直观的了解一下海草 我们也委托了水下摄影师徐一堂老师 帮助我们拍了一些画面 海草需要充足的光照 所以它们一般生活在前海区域 天气好的时候 这阳光透过水波洒下 会在它们身上投射出绚丽的光影 和它们光合作用产生的气泡交织在一起 整个场景会变得如梦似幻 当你用脚谱慢慢波动 往前推进的时候 这是你会看到的画面 这个海草的画面是不是看起来 真的还是很治愈的 我们发现它非常适合用来做壁纸 尤其是动态壁纸 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 这次我们给你免费准备了一些 你可以去下载高清的素材 做你电脑的动态壁纸 那么海草究竟它有哪些作用呢 它的生存现状又是什么样呢 种海草又该去怎么操作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这次找到了海草修复领域的专家 海南省海洋雨夜科学院的陈时泉老师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话就是 全球的海草它都处在一个 持续退化的一个状态 而且中国的话大概是有 就是80%左右的话 就已经消失了 80%的消失了 对对对 每天大概有一个足球场 那么大的一个海草面积在消失 你觉得这个是你所想象的海草的样子吗 真的没有想到说海草还要培育 因为这刚才叫培育室 就觉得海草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但是它好像今天被陈老师 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工作人员 就是呵护有加的来具感 那海草真的这么重要吗 就是 海草啊 山谷教这种的话 它都是为雨夜资源提供一个 育幼的一个场所 躲避体厉害 对 躲避体厉害的那种 我们这里的话就不仅仅只是说 养了一些就是海草 也会就是说做一些像 它的一些气息生物这一块的一些研究 你看 假如海草没了 这种小生命就消失了 在实验室里面 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海草的样子 也在海水缸里面学习了怎么种海草 这看起来非常简单对吧 就是取出海草 把它埋在海底 它就会自然生长 但实际在海里种海草会困难很多 那一方面 因为底质更加硬 采取种植都会更加麻烦 那另一方面 在海里面种海草 你是需要潜水的 也需要克服波浪潮流的冲击 而陈老师目前在做修复的地方 不是很深 我们也打算带你一起 真的来到海里面 实地挑战一下 海底种植 这个水这里用 气瓶真的有点搞笑 因为水只有1.7米 就真的非常之浅 但是为了我们能够长时间水下作业 还是得用气瓶 之前陈老师他们种的这些海草 已经长出来了 然后水底下就是有一个一个框 其实就和那个田里面的感觉很像 只不过现在你种的不是这个稻子 而是这个草 和在岗里不一样的是 在海里面种海草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 如何固定它们不被海水冲走 那经过多年的实践 陈老师探索出了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样一个1米乘1米的铁框架 扔到海里面 扳到相应的位置 再来固定住 每个框架里面有16个洞 而海草就可以正好住在这些洞里面 那么种植海草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固定铁框 用到的工具就是这个 大锤 就是你没有看错 非常难想象 我们会有这么一天在海底轮大锤 这个体验还是很奇妙的 而你仔细看的话 是能明显地看到 我们会被水流推的前后左右摇晃 而且在水里面抡垂 还要克服一下水的阻力 所以落垂点往往会有些偏差 我们也只能在心里喊着 八十八十 一垂一垂慢慢地固定铁框 不过如果有一天 你也有机会下海种海草的话 一定要离抡垂自得人远一点 不要被它一不小心 也给种到海里面了 那如果说抡垂考验的是体力的话 那后面的种植就更需要耐心 陈老师和我们说 我们种海草的过程是移植阔繁 这个过程说起来有点像植发手术 就先从之前种的长出来比较茂密的地方 取些海草的植株 然后把它们种到框架里面 那海草会有这样比较长的匍匐茎 在生长的过程中 匍匐茎会向周围蔓延 茎上会生成小牙 接着会发育成新的植株 用这样的无性繁殖 它们就可以生长得越来越多 那由于波浪潮流的影响 原本简单的操作就会变得很有难度 有时候刚刚把海草放在挖好的坑里面 准备埋上沙土 然后这个浪一推 啪 这手就歪掉了 眼前也模糊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了 那陈老师也和我们说 种海草的时候是不能行植的 最好的是找到海水流动的节律 在最平缓的时候 稳定住身体 然后用手剥去水中砸制 但是也清晰了 再一颗一颗慢慢地种下去 那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我们两个菜鸟总算是一起协作 完成了一些移植 在水下我们大概花了一个钟头左右吧 我们总中种了多少猪来着 我都看不出了好几框吧 两三框 对 怎么说也得有个40株到50株 我觉得种的过程就感觉更加不容易 现在你真的就是要把一株海草放到坑里面 然后再慢慢地控制住身体 然后把它盖上 就首先第一很开心 就是它真的在里面 水里面开始飘摇 但是你又想 哇这才种一棵 因为我们昨天看到 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大片大片的海草 所以就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好像就破坏一个东西很容易 但是你要去把它复苏回来 复苏回来就是一棵都很困难 真的就这感觉 所以转转为什么要来做这种事情 我记得去年好像问过类似的问题 就是咱们去冰川 然后当时我说如果通过我们去年的行动 让大家认识到地球真的在变暖 然后不幸看冰川的变化 今年转转就是我们两个来种 然后我们未来也会请老师和我们的很多的渔民的师傅 他们是专业的 也希望我们一起吧 然后转转和一点点不一样 确实我们能够一起种出来 你看我们这边这个框还有个小的彩蛋 就是你看上面有我们的logo 两边的logo都印在这个框上 这还挺酷的 就是有一天你可能到了海南这边潜水 你潜到海底看见一大片海草 然后再看就看到一个秀气般般的一个框在那 但你勉强能够看出转转 或者一点点不一样这两个logo 那就够了 这个我感觉应该还是挺不错的 在种海草的前一天 其实程老师也带我们去过一片海草床去赶海 在这里我们真的看见了很多很小的生物 比较常见的是各类寄居蟹 小螃蟹 还有螺和贝蕾 那我们甚至也看到了这样巨大的白鸡三猎海胆 还有这样长长的一条狱族海参 但是在没有海草的地方你看 这真的就是荒芜一片 其实你只要去走一走 你就会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那程老师和我们说 海草床其实还有着强大的固碳能力 它们既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 还可以捕获水中的有机悬浮物 同时也有稳定的沉积环境 和极低的凋落物分解率 因此海草床仅占海洋面积的0.2% 但它年碳风存量 占全球海洋碳埋藏的10%到15% 还是非常夸张的 未来在这一片海域 还会有更多的海草被种下去 而等到它们长大 根系足够茁壮之后 这些固定的装置也会被取掉 让它们可以自由地生长和蔓延 成为海底生物的秘境花园 海草床既能净化水体 固碳除碳 还能够固杀护堤 同时也是敬爱海域生物赖以生存的场所 所以欢迎你把这些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看一看 让它们了解一下海草这种生物 现在你肯定分得清楚 什么是海草和海藻的对吧 那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也请给我们点赞投币支持一波 感谢海南省海洋雨夜科学院 对我们拍摄的支持 也非常感谢转转发起的 这次海草种植行动 让我们也可以参与到海底草原的重建之中 闲置交易就上转转 二手循环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 还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 让大家享受闲置交易的快乐的同时 也让这个世界因流转更可持续 海洋修复行动 我们已经种下了海草还有珊瑚 我们也不会停下脚步 希望未来可以和你一起见证更多的蔚蓝重生 我们下次再来点不一样 放它走吧 放了吧 放了吧 你来一只也没什么车 我出了他就不习惯了 哥哥几个已经不适应了 这个今天转转把你回收了 现在带你去新的地方非常好 买二手选转转就对了 哇这个广哥好 非常好 他也是这么想的 对吧 大海把他回收 他没有回答他同意了